奥特曼技能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奥特曼的一个神秘玩具 这上面写着发光的奥特曼玩具3 那这里面会是什么发光的奥特曼玩具呢 这个玩具是从万代的官方限定网送过来的 那这个官方限定网里面可以买到很多限定的玩具 这是闪电勋章的可动系列 还有赛罗的发光人偶 还有这些迷你的实玩人偶 那这些限定的玩具都可以在这个网上购买到 接下来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里面会是什么发光的奥特曼玩具呢 出现了原来是杰德奥特曼 还有银河奥特曼的发光玩具 上面的杰德奥特曼和银河奥特曼都摆出了战斗的姿势 包装盒的右边是杰德奥特曼 左边是银河奥特曼 然后背后是这样子的 这里面分别有两个发光的人偶 然后还有两个发光器 那这两个发光器放在奥特曼的背后就可以让人偶发光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里面的玩具 这个玩具还需要我们动手组装 让我们来看一下杰德奥特曼的 让我们把他的手拼装上去 这好像是他作战的姿势 看起来好酷啊 全身的涂装都非常的好看 接下来是银河奥特曼 银河奥特曼的蓝色水晶好帅啊 让我们把他的手拼装上去 那这个拼装也非常的简单 这是发光的零部件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那他发出的是白光 奥特曼背后的盖子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再把这个发光零部件安装上去 再打开开关 这样子奥特曼就可以发光了 大家看 这些奥特曼的彩色计时器 还有眼睛都发出了浅蓝色的光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银河奥特曼的哪些部位会发光呢 这样子银河奥特曼就可以发光了 那他的眼睛 彩色计时器 还有蓝色的水晶 都会发出蓝色的光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在黑暗中发光的效果 大家看 他胸前的水晶 眼睛 还有彩色计时器 都发出了不同的光 那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光 就认出是银河奥特曼呢 让我们在黑暗中 看一下捷得奥特曼的 那这个眼睛还有彩色计时器 一看就知道 是捷得奥特曼的 看起来非常的容易辨别呢 那他们两个放到一起 是这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挑选了几个发光的奥特曼 那你们猜猜看 这是哪个奥特曼呢 它有黄色的眼睛 然后有绿色的水晶石 还有蓝色的胸前彩色计时器 接下来我们又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 它的彩色计时器是圆形的 然后眼睛是椭圆形的 还有这个 这个奥特曼的眼睛是白色的 然后胸前的彩色计时器 好像是一个四角钻石 接下来这个奥特曼 他的眼睛大大的 然后胸前的彩色计时器 也是四角的水晶 像一个吊坠一样 最后这个奥特曼和第二个奥特曼有点像 眼睛是黄色的 然后胸前的水晶石也是圆形的 蓝色的 那你们都能猜得出来 这些是哪些奥特曼吗 那我们又来揭晓答案咯 这是第五位奥特曼 诶,那你们猜对了吗 然后是第四位奥特曼 这个奥特曼看上去好帅啊 然后是第三位奥特曼 那这个奥特曼的胸前彩色计时器 非常的有特色呢 它的手上还有一个变身的手镯 这是第二个奥特曼 这个奥特曼的胸前水晶石是圆形的 然后眼睛是椭圆形的 那第一位奥特曼就是我们的赛罗奥特曼了 他头上的绿色水晶石是不是非常的好扔呢 他的眼睛也非常的有特色呢 那你们都猜对了吗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发光的奥特曼人偶 他们的眼睛还有胸前的彩色计时器 都非常的有特色呢 那我认为最好看的是杰德奥特曼 还有赛罗奥特曼的 你们觉得哪一个发光人偶的发光器最好看呢 记得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